當你現在的700多張空床 剩下幾張的時候 你會做下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才開10% 我知道極限可以到25% 如果25%不夠的時候 你再接下去可能就先停課對不對 停課 餐廳內用 我所謂的軟封城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天確診的人數 上升到一定程度 然後確診就其中有一定百分之一的中重症需要去住院 這個量要超過這個醫院的負荷量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把活動降低 防止這個疫情繼續擴張 我們現在想出一個辦法 我們要求我們台北市每天因為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數 要開始監測 看那個圖 因為事實上它還是會有一個轉折點 遇到那個轉折點的時候 我們要兩個選項 就是增加床數 因為我們現在才開10% 我知道極限可以到25% 但是那個就是 這也是要做個政治決定 就是說我要把它開大 然後硬撐過去還是怎樣 這我也在想 我還沒做最後決定 我如果確診1萬 每天這樣還可以撐過去 真的到5萬 我不覺得我們可以應付 我還是想辦法把那個PIC壓下來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還有些手段 比方說學校停課停一下 如果這兩個動作還擋不住的話 那後面會變成怎麼樣 沒有 那個就是真的國家危機 這個就要國安會要處理 但是如果我們會決定 的話 我們會不會就能夠 說來 那樣 我會不會有這個 先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